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泰国的半酸肉 其实是生猪肉加上糯米 还有盐巴腌渍熟成而来 加上锅巴拌入各式辛香料 加上鱼露和糖 想吃辣的再自己调味辣度 就是一道开胃的凉菜 我们比较没有什么黄金比例 我们只有随心所欲 来自泰国的张绍林 是实践大学东南亚智慧商务学士学程 泰国语言语文化的讲师 在走访高雄内门的希拉雅部落 竟然发现台湾的原住民 也有腌生猪肉的饮食文化 它是阿美族的生猪肉 它也是透过用盐巴的腌制 那其实在我们希拉雅的传统对肉的食物保存里面 我们也有做生烟肉这个事情 那就是说很简单 就是盐巴 这样的发现让张绍林又惊又喜 台湾与泰国同样是南岛语系的国家 饮食文化相同之处就在这里体现 在发现台湾的原住民 有在吃生的猪肉的时候 也发现说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南岛语族的国家 在以前还没有冰箱的时代 那我们的祖先如何要把他们列出来的 那些猪肉 山猪肉 可以保存得比较久 除了晒干我们还有就是研制它 甚至部落也和泰国学生合作 把部落的原生食材打捞和泰国料理结合 做成生菜沙拉 甜点和粽子 这些又再度激发张绍林的创意 想要把这些饮食与文化的相似之处 透过创意方式发展广大 希望说可以透过新住民的身份 来推出一个叫做新住民的老新台味 那就是把原住民还有新住民 还有在地的这些饮食文化串联 然后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味道 食物不只是满足了味蕾 也是社会文化 族曲与历史的酝酿堆叠 在相似与相依的中间 张绍林立志要成为台湾与泰国之间 文化相互了解的桥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